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韋勳將兩個正整數A跟B做直因素分解 它做法過程是這個 那已知A比B大 那M是直數 且AB它的最大功因數是21 然後AB的最小功倍數是105 則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看這個A跟B最大功因數21的話 所以A就可以寫成21 把最大功因數抽出來 那乘以H 那B的話呢 這個是等於21 最大功因數抽出來 K 然後呢 HK 負值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的話 已經把所有的功因數都抽出來了 這是最大功因數 這個HK 它是負值的 等於1 所以這個最小功倍數 AB 這兩個呢 最小功倍數就是241 1 乘以路三 HK 這個是等於105 好 那105 這約掉以後 就得到呢 HK 這個是等於 那個5 這是等於5 好 那K的話 那K的話是1 所以我就曉得 A是等於21 乘以5 這是105 那B的話呢 等於多少呢 21乘以1 等於21 所以 這個A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 A是等於105 那B是21 然後現在 這個 求他的最大功因數 這 抽出3來 3的話 這是 3 3 3 5 3 7 21 他說這個是直數嘛 所以他一定是抽什麼呢 抽7 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功因數的話 只有7 那1不行 為什麼 1他不是直數 75 35 7 7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 F0是等於7 那 這個 Z是等於5 K的話 這等於1 D的話 是等於 35 那1的話呢 等於多少 等於7 那 這是等於105 那 這等於21 通通沒做出來 好 他問說 下面關係合者正確 我們看A選項 他說F0小為1 對不對 F跟1一樣 他是7 他也是7 所以A是錯的 這樣看B選項 B選項 B選項他說F0大為1 也不對 等於才對 這樣看C選項 C選項 他說M等於G 7跟5不一樣 所以這也是不對的 這樣看D選項 M大為G M大為G 7大為5 這是對的 所以這題大家應該要選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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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謝謝